在很多人眼里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认同不认同 看具体情况 我不认同 我觉得 结婚只是恋爱 推进到一定阶段的一个结果 不能因为这个结果否定这个过程 所以每段恋爱其实也都是美好的 只是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不能放在一起来说 我觉得是要按看具体情况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种恋爱就是你明明知道跟对方结不了婚 但你还是想去跟他在一起 想去有一段时光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很爱的标签 我也在看具体情况 首先我觉得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的 而且你没有谈过一些恋爱 不知道在这个关系里的承担付出 相互理解 你都不了解这些东西 你怎么去承担起一个婚姻呢 一个家庭呢 是吧 至少先在一些恋爱里面去完善自己 不能在婚姻里仍然随情所欲 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然后从另一个角度看 当然当下有一些恋爱的目的 现在这个题是不以结婚为目的 那它以什么样的目的去恋爱 可能有一些恋爱的目的 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人给我买东西 就想找一个人围着我 其实我也许都不爱这个人 我也不喜欢他 我觉得这种也是耍流氓 非常不好 说白了就是 它恋爱的出发点不是因为爱这一方 是因为可能会有自己别的目的 对 我觉得我不适合恋爱 我这个人没什么意思 就是你让我带你去有趣的餐厅 有趣的地方 我也不会去 我吃的就很简单 能五分钟解决的事 我不会花两小时 我也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去哄对方 你要对方发个小脾气什么的 我可能也会无动于衷 就是想把它想改变它 想把它还会 就是所以对于恋爱来讲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的恋人 我觉得我适合恋爱 也喜欢玩 也有些时候也挺有趣 也带给它了很多快乐 但是呢 对于这个责任感和家庭的这种 这种责任心上面 可能还是欠缺一点 这个也是我现在提升的方向 正在走向适合结婚的路上 我现阶段 我感觉我也不适合恋爱 也不适合结婚 你为什么呢 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吧 在哪种生活里都会很拧巴 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以后 再谈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比较合适 那你觉得你向往恋爱还是向往结婚 我都没什么向往 其实啊 我觉得你是一个既适合恋爱又适合结婚的人 但是这几天见过我的人都说一天也过不了啊 那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下 我会选C 看具体情况 就是我以前觉得不以结婚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而且我也跟老季在十年快结婚那时候大吵过一架 我也说过这个话 我就是说 你还不娶我 还不给我一个婚礼 还不求婚 我就说了很重嘛 那次我们俩吵架 但那也是个企划 但是也确实太久了 我是觉得恋爱的这个时间 你可以拉长 你可以给我一个美好的期许 但是你没有这个目的跟行动 时间那么长 我确实 那你该选A 对 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觉得 因为我觉得好像 不结婚的恋爱也是一种选择 在这个关系里 只要是开心的幸福的关系 我觉得 只要两个人都能开放的这样想 就就可以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已经走进婚姻了 我才怎么说 我觉得看情况吧 因为我原来是偏向那种 是谈恋爱不结婚的人 所以我觉得可不可都行 就是跟你一样的选择 看具体情况对吧 我也是说看具体情况 但我以前 其实我的观念也发生过变化 就像我以前我也会觉得 结婚是恋爱的唯一目的 对 你不跟我结婚 你没有想跟我结婚 你跟我恋啥爱 就是你肯定是想跟我在一起 一辈子才会 对 现在我们长大了 就会觉得这东西很理想主义 我现在可能更认为 不以爱 就是没有爱的谈恋爱 肯定是耍流氓 因为你是不认真 你不要看着我说不认真 你没有那么喜欢你跟人家练啥爱 只要是真心的对吧 人家说别怀疑真心 它本就瞬息万变 我觉得你得接受心 它有可能会变化 但是我觉得当下 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那么认真的 爱过你的 我觉得也很美好 我好像反过来的 我之前是觉得 就是不是已经为我以前那个 现在是觉得是要认真一点 是要认真一点 对 现在是觉得要认真一点 是要认真一点